海底世界大驚奇又发现了新物种还登上国际期刊 嘉义大学跟中研院小鼠中心合作 陆续在东沙以及台湾本岛附近的深海 陆续发现到了新的品种 顿戟莲虾还有深海莲虾 研究成果还登上了国际期刊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也令人惊艳 跟其他莲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颗粒很粗 外观上明显颗粒它就是东沙新品种顿戟莲虾 已经刊登国际期刊 而这个则是台湾本岛发现了深海莲虾新物种 嘉义大学和中研院近几年合作 从台湾渔船捕捞的深海鱼货中 透过医学研究技术发现 东沙海域这只虾子外观有明显颗粒状 经过检验认定是新品种顿戟莲虾 而台湾本岛近期也有发现新品种 将它放大后可以看到头胸甲上的几较其他品种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到的品种过去近20年 一直被学者认为是常见种类 那它们有一些可能鱼啊虾啊等等的一些用不到 它们可能就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 它们就会当作下脚料 我们会跟它们买这些下脚料 从不知经济价值的鱼货挖掘生物宝藏 就连近期备受关注的大王巨族虫 其实也是近年东沙深海地区发现的世界新种 一再凸显台湾丰富的海洋资源 记者蔡崇吴嘉一报导 谢谢大家